花蓮震不停 两小时发生了22起地震 今天清晨6点52分开始 花蓮发生了20多起的有感地震 最大规模5.2 深度5.9公里 震央多半是集中在吉安乡 还有寿风乡 花蓮最大震度来到五级 不少民众都吓坏了 有一间停业中服饰店 二楼围墙应声倒塌 还有民宅的水泥块掉落 甚至有派出所的天花板 差点要掉下来 幸好没有夹伤人 地震发生当下 路标牌剧烈摇晃 不过花蓮大桥上一位民众 竟还非常淡定在桥上用手机拍 完全不害怕 14号清晨 花蓮发生多起有感地震 第一起在6点52分 瑞士规模5.2 深度5.9公里 花蓮最大震度5级 规模最大 接着一分钟后 连续发生两次地震 震阳大多落在吉安乡和寿风乡 当时地牛翻身 在家门口街道发出剧烈声响 连民众家中吊灯也不断摇晃 甚至于缸里的水也大力晃动 差点要洒出来 突如其来的地震 也让不少人吓坏了 抓住了 很遥 不敢动了 看着东西都吊到 地震也传出不少灾情 像是花蓮光覆街上一家亩业的福视店 二楼围墙倒塌 也有民宅的水泥快掉落 警方也在现场摆放三角锥 避免发生危险 另外在中华路也出现地下水管爆裂的状况 水不断流出来 警方道场拉起封锁线 通知工程单位前来维修 不过地震也波及派出所的天花板破裂 差点掉下来 远景简直吓傻了 索性没砸伤人 另外地震也造成乱象 有借由把掉落的铁片和马达拿去变卖 光14号一天上午 花莲就发生20多次地震 规模5以上就有3起 尤其这次规模4.5的地震阵阵阳 就在花莲市接近米伦断层 跟花莲三年前的大地震 属同一个断层带 虽然14号上午 花莲大小地震不断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陈敬业花莲报道 持续来关心花莲经营州地震频繁 今天早上从6点52分开始到8点50分 更连续震了22次 其中最大规模达到5.2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表示 这一波群震是7月7号和8号双主震的余震 属于同一个序列的地震 以往这个地区有群震发生 但是没有像这次这么异常多又分批 在这个地区算是罕见的 接下来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个礼拜以上 不排除达到规模5.0 但预估大部分会在规模3到4之间 另外也有专家认为 这次的群震也不排除跟2018年2月6号 规模6.4的花莲大地震有关 接下来还要再密切监测 巨大雕刻石头砸破铁皮屋顶 庙方人员使出洪荒之力才颁开大石 花莲一早两个小时内连22震 宫庙的屋顶石雕都被震毁坠落 不止当地民众吓坏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分析 这波密集的地震跟上周三四的双主震有关联 7月7号跟7月8号双主震的余震 以往也有群震发生 但是没有像这一次这么异常 第一个多 第二个还分批 所以这个算是比较罕见在这个地区 7月7号 7月8号在花莲受风枪 曾发生过规模5.4的双主震 后续大大小小的群震 加起来大约有15起 地震测报中心分析 就是上一波群震引发了14号爆发密集余震 震央分布在吉安乡 受风枪和花莲近海等地区 主要因为这个地区是板块转弯引墨带的位置 南北走向的破碎带横跨了十几公里 统计光是从上午6点52分到8点50分 两个小时内就发生22起地震 规模4以上的有5起 规模5以上的有3起 最大的一起发生在6点52分 规模5.2 正央在花莲吉安乡深度5.9公里 最大震度在花莲市区和岩辽5弱 6点59分和7点45分 花莲线近海又陆续发生规模5.0的地震 最大震度在花莲有4级 不排除未来还有余震发生 余震还是会持续一阵子一个礼拜甚至一个礼拜以上 那也不排除这个余震还会到达规模5.0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规模5以上的地震已经有22起 接近年平均值25起 虽然无法靠数量判断 这样的频率是否异常 但有专家认为这次的地震不排除 跟2018年2月6号规模6.4的花莲大地震有关 我们认为说一个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的能量会转移到旁边 它也没有可能会再驱动更大的地震 这我们就不清楚 那个地震我们现在认为它是跟中央山脉断层 这个断层有关系 是有关系 我们说实在不排除就说 专家认为能量释放是好事 但就怕接下来可能还有余震防震措施 得提前准备 据错报道 桃园13号下午因为对流旺盛 降下了大雨 其中大溪累积的雨量最多 不过积水最严重的地方 是在巴德桥新新村 积水一度超过了成人膝盖 统计这次桃园一共有11处淹水 持续将近三个小时 事后水务局调查淹水的原因发现 除了抽水马达故障之外 下游排水控也疑似因为附近 在施工造成堵塞 详细的原因还在调查 大雨淹进家门 民众拿扫把不断掃水 但却像坐白宫 水不退就是不退 越积越高 连机车都被淹快一半 桃园十三号下午 因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 降下豪大雨 降雨范围主要集中在大溪巴德与桃园 其中食雨量最多为大溪渠十分钟内就降下二十毫米 巴德则是积水最严重 最深达到五十公分 统计十三号下午桃园一共十一个地方有淹水情形 大约三个小时水才退去 众人追查发现排水道疑似被堵住 他说是全自动的 发现他的表没有动 一部分是抽水机因义务的阻塞 另外一个是下游的一个排水路 因当地的一个开发的情形 可能有遭相关的一个蓄域堵塞的一个状况 后续水务局去就相关的一个究责 水务局表示除了会究责 也会对居民进行救灾补助 记者林住强同源报道 昨天疫苗预约系统开放18岁以上 民众进行意愿登记 结果流量暴增 系统一度当机 至于民众登记的疫苗种类 政委员唐凤在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说 只登记施打AZ的民众有130万人 但指挥中心发言人钟仁祥事后澄清 因为后台计算错误 登记施打AZ的有6.3万人 这个数据前后相差将近20倍 而关于疫苗预约平台 民众脑力伟高宏安质疑 这个网站不是唐凤做的 而是委外建制 向卫福部索取相关预算资料 目前也都被已读不回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看出生年 亲上活线 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在指挥中心记者会上说明 登记顺序无关施打顺序 还是依照长幼有序 因为同一时间太多人抢登记 系统一度大塞车 我刚才收到的下午一点的数字 那已经就是单勾AZ的 已经是超过130万人 唐凤提到愿意接种AZ的民众 大幅增加 已经有130万人登记施打AZ 不过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任翔事后澄清 登记只构选AZ的人数 是63,310人 占总登记人数的1.3% 反而只愿意施打莫德纳的 有309万人 超过登记人数的六成 唐凤和庄任翔公布的数字 相差19倍之多 因为后台系统计算错误 这套系统更被爆出 其实不是唐凤做的 而是委外建制 其实这个网站呢 它委托了官贸网络 来进行这个建制跟制作 那既然它是一个 委外开发的一个案子 完全都不给任何资料 真的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 立委高红安追查预约系统 相关预算资料 三个礼拜全被已读不回 这一党团不能接受提出质疑 而指挥中心跟行政院 截至周三上午 尚未公开回应 唐凤政委所推出的 这个预约接种的平台的部分呢 在全世界各国都非常的羡慕 用这个天才的IT大臣 来包扬它 疫苗预约平台 先是系统一度流量塞爆 又爆出伪万疑云 毕竟是全民都在用的系统 相关争议还是得由中央说分明 记者 林郑君 宏伟财 特别有报道